来关心的最新消息 新北市吴谷有一间医疗器材公司 就在中午时刻发生意外 一名员工是被人发现沉湿在冷冻库里头 而警方调查后呢 发现这一名大约30岁的员工 疑似是在冷冻库里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 导致昏迷却没有人知道 才会活活被冻死 欧尼克把时间交给记者徐花川 告诉大家最新发展 好 最近意外发现在下午的一点多 就在吴谷的医疗器材公司呢 冷冻库里面突然发现 六七年次的潘兴男子呢 是沉湿在冷冻库里 而且室温是负28度C冷冻库 已经将他的尸体是完全给冰冻住了 警方呢接触调查后发现说 原来这名男子去年才刚新婚 他的妻子以及他的老父亲 都在刚刚已经抵达了现场 看到尸体是悲痛万分 不过警方调查发现 这名潘兴男子似乎是任职 这个医疗公司的业务 早上呢是来前往冷冻库 来拿取这个药品的sample 拿给其他家公司来 是很可能就在这个 搬运药品的过程当中 疑似很可能是打翻了一些药品 导致的吸入过多的二氧化碳 再加上室温过低 倒是昏倒在里面 却没有人知道 才造成了悲剧发生 不过警方还在详细调查 事故发生原因 主播 好 谢谢华川连线报道 这一期意外呢 主要是因为繁锁在冷冻库里头 居然是没有人发现了 就这样活活被冻死 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为您追踪